被称作闽南文化基因库的基门 对岸就是厦门 因此岛上的文化跟风俗 形式上直接承袭闽南风格 建筑 哇哦 饮食 人文 人腔调都有着深刻痕迹 大量的米饰建筑有着原型旧貌 也有创意新生 岛上的一砖一瓦 时光回廊的分分秒秒 都随着米耐人的脉动 一起呼吸成长 这次跟着折青根文文 走遍金门大街小巷 共同拥抱金门浓厚的美饰风情 这是在金门印象中的典型色彩 前线岛屿的战地迷彩 厌尾飞扬的砖红乌瓦 以及灰白胶质的质朴氛围 这些频繁出现的角色 正是经典的金门元素没错吧 而近来出现一群缤纷淘袭的彩虹精灵 点亮了沉稳的金门光彩 这几天我们从金门这样一路走下来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大片 这么色彩鲜艳的房子 但是你要注意看一下 三外的当然这几年的房子 变成打卡的重点 可是如果你注意看一下房子的高度 你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大部分它都是两层楼 其实在二楼以上的都是加盖的 我们知道原因吗 你这样一问我我大概就知道 那肯定跟我们的战事文化有关系 对不对 实际上在台湾也在解人之前 在占地或基地的附近 都有高楼建物的限制 在金门因为全境都是占地 所以它以前的房子 他们都是两层楼高 我们现在放眼所见 只要是高于两层都是后来的 后来再加上去的 画下去的 我们在山外这里唯一看到高楼 那就是远方的百货公司 对 但除了这样子的房子之外呢 在金门最重要的是闽南建筑 闽南建筑它代表的就是说 我们台澎金马这个地区 跟闽南泉州张州的文化的期待 所以我们现在来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闽南的文化 对 金门具有独特的古建筑群 伸直空中往下俯瞰 布南发现 陈牌截笔林子的闽师古厕 像陆队群一样无尽延伸 整齐花衣的美感自成一格 开展出属于那个年代与场域的 文化古史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一大片 叫做欧厕 对不对 它给我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就是一般我们在台湾本岛 很少看到这么大一片 是 然后保存非常完整 然后它这一大片给人感觉 是非常非常宁静 好像是世外桃源的这种印象 是 其实在金门呢 它可以说是在台澎金马这边呢 保存闽南文化最完整的一个区域 因为大家都误会以为是台南 所以你看到的 无论是这种马背 风火墙 到宴吉 这是传统的闽南建筑的建筑舞会 对 但它只是外在的形式 因为其实金门人它保留了更多的 闽南人的这种文化 对 所以我们来到欧厕这个聚落呢 实际上呢 我们如果看到建筑是外在 但如果我们能够见到这边的居民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 好 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 来到这类古运飘香的聚落街坊 根本是来到折青的主场 拥有艺术史跟考古学双学位的他 不仅能信手拈来一段丰富的文史故事 更能随口说出一个论知识 大家都忘记一件事情 朱熹 朱熹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朱熹是福建人 这个我倒不知道 他是福建人 对 所以呢 在宋朝以后 闽南地区办学的风气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礼学有四大学派 其中一个叫闽学 就是闽南这个地方 所以宁市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渊源流长的 对 闽南建筑群是金门聚落中相当重要的文化资产 如果您想好好的来一趟闽市古厕老屋巡礼 恐怕两天两夜都走不完 其中朴实鼎雅的欧式聚落 是造访金门绝不能错过的古厕基本款 根据祖谱记载 欧阳式的开机十组 在明嘉靖年间 从福建泉州出海后 途中遇到传难 后来因为竹筏被凶猛的浪水打坏 只好就近在燕敦山南方 搭建茅草屋 就此开枝散叶 住了下来 大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无论是它的气石还是它的窗雷 它其实都是很具有当地的特色 真的 陈达哥为什么它这个窗零要做成这种 细长的矩形条状呢 好了 因为在金门的传统银居建筑的这一种窗库 开口都非常小 因为金门的东北季风非常强大 风势大 所以要开口比较小 但开口小的话 它又希望能够有一点通风 而且可以采光 所以它就是要细细长长的 对 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在金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很多建材就是花岗岩 而且它的这个气的方式非常的特别 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一般我们花岗石的气法的话 大概以人字气 就这个 以这样的一个气法 这样叫人 这样子 对好像是人 斜叉对 对 然后在它的这个角落的这个收边的位置 是 用这个平气的方式 平气的方式 是平气的方式 所以你看起来就是人叮 人 就是叮 然后叮 叮 人叮 叮 叮 这是很好的一个文化承传 所以这里呢 有人字气 然后卵石气 还有平气 但是在传统上 其实砖块比较多 用砖块来做 可是在金门我们看到 几乎都是用花岗岩 对 在这个聚落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景观 就是它整个建筑的这个立面 几乎都是花岗石 对 我们刚刚其实前面还有看到是 下面有很多是有红砖堆砌的 那为什么这边就是大片 都是统一就是用花岗岩 因为一般的话 花岗岩的话 是会砌在这个底部 它可以承载这个棕量 那上面的话 如果你加一些红砖 装饰与会 是 显得它在工人之外呢 显得这个地面的一个美观性 所以它的天砖加瓦 其实更是装饰性的一个风格了 没错 是 金门一般传统民居 多以两进四合院的格局为主 最常见到的大多是一落二举头或一落四举头的建筑样式 而说到欧错的举头就不得不特别说明一下 这里有些房子的举头是平顶的 这是因为三面环山一面上海的欧错 早期都是渔业为主 平的屋顶可以用来晾下渔获以便储存 尽管现在欧错已然不是渔业聚落 但这样的房屋外观 还是很能唤起当地人对海的情感回忆 所以陈大哥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 这里是欧阳市的宗池 宗池对于金门人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宗池的话 它也是叫家庙 是 就是这一个单姓村落的这个 帮祖先的位置 祖先住的家 所以这应该是整个村落 一个非常景仰崇敬的一个地方 没错 因为在整个聚落里面 整个聚落的权力义务上的一个划分 或者是在金门每一年的冬至 金门有一个吃头的习俗 叫陶 还是个限定的假日 所以金门县的假日 全部人都放假 这个学校啊 一些机关都放假 就是晚上的话 在这个地方 那每一年的话 有这个聚落的人 轮流做炉主 做东 要请客了 请客宴请聚落的居民 是 然后所以这样子 就可以凝聚整个聚落的一个象形 假逃假逃假规计 拜求逃 金门这个圣中追缘 缅怀先祖的习俗 在当地已行之有年 近年来 金门县政府甚至还开放 让员工请半天公假 回乡参与这项年度盛事 不过据说有许多聚落 还是仅限已婚的男丁 才能参加 女性啊 只有端菜的份 她们会开的时间 大概是在冬至祭祖的时候 或是这个聚落 在早期科举时代 有人求得公民之后 要回乡祭祖 这时候就会打开这个中尺 是 移动门南河运的存在 即是村落的延伸 而每座祠堂则被赋予了 凝聚世代情感的重大责任 平时木木无声 甚至容易被忽略的捕捉建筑 在重要时刻 还是会挺身而出 不卑不亢 却强而有力 一般来讲五行会相生相克 可是房子不一样 因为房子是帮人的 所以它就是它会相生 但是它不会相克 像这种马贝叫做水行 就是它像波浪一样 有水 对 比较柔和的那种 水行的话是农人 跟务农地主有关系 正当哲心跟文文 漫步欣赏欧错大运的建筑时 除不知刚刚才经过的那栋 带点混血脸红的古厝 其实大有来头 诶 程大哥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栋建筑 感觉怎么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传统敏式建筑这个宗祠 还有聚落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好像有一点点喝过羊墨水 对 这栋羊楼建筑 是金门的第一栋羊楼 第一栋 第一栋喔 对 第一栋羊楼 是当年欧初欧阳的家族 到马来西亚 经商之父之后 就会回来 凯旋归国 对 都盖了金门的第一栋羊楼 民国七年完成的 所以真的是百年建筑喔 是 是 是 那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吗 可以 我们往这边走 好 好 你想要试试看吗 我当然想咯 来 给你装进去 哇 重见天日 我觉得我需要做复见 我听说在金门这个地方的传统聚落 有一种特别的一种防盗保全设施 就是爱门 爱门 这就是传授中的爱门 没错 在这个聚落的上色的这个空间 是 是一个很特别 防御性格非常强的一个聚落空间 是 因为早期的话 海盗非常猖獗 对 所以这个聚落居民 他们要自一个防卫的一个系统 是 所以他们就租了这样的一个爱门具 那它怎么用呢 对 它是怎么个防御法呢 好 它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围墙之外 是 我们可以看到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孔 那一旦当这个爱门关起来的时候 那里面的话 这两个花钢石的话 它可以用这个木条 木条往上放或是往这边 所以这个孔 其实就是让它两边卡住 卡住 像门栓一样 对 像门栓的作用 对 加强 那这个呢 对 地上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就是门的 好像门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舊的痕迹 是 像是一个门 然后还有两个边门 所以它关门之后 外面的这个墙道就进不来了 对 其实实际上在闽南的文化里面 我觉得爱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像在台湾的爱门 通常都是为了要防卸豆用的 它将这个区域隔开来 这金门应该没有卸豆吧 金门没有卸豆 没有卸豆 最主要还是要防盗者 是 入侵这样 所以有一句话叫 饿不过爱 再怎么换你也过不了这个门 对 饿不过爱门 小小过不了城门 早期爱门是聚落间 尽性的关口 世相的盗贼攻到这边 就会就此打住 但精彩的肯定还在里头 我们说什么都得好好进去敲打一敲 哇 这个视野好开阔 台湾哥对面这个建筑是什么呢 这是金门国家公园所修了一个展示的空间 那里面展示的就是传统敏兰聚落的一个建筑的形式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左手边这个 这个是这边的重点是不是 没错 这一栋建筑的量体看起来非常大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六路大处 六路大处 为什么叫六路大处 对 为什么说六路 哪六路 哪六路 门南建筑的基本形式 其中的我们都看到的是两落 就是前落跟后落 但是有看到两边是不是有附属的建筑 对 对 紧淋着主屋 这个叫做屠柜 屠柜 那这个附属建筑紧贴在主屋上面 那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墙面 你又看那个柱子 对 一个柱子 两个柱子 三个柱子 四个柱子 五个柱子 六个柱子 所以它是六路大处 五个开间 五个面 有没有 一个面 两个面 三 四 五 四 所以这是金门 门南建筑量体 比较大的一个建筑形式 是 对 那这个房子 到底有多久了呢 这个房子在聚落的 这些门南式的房子 大概是在道光年间 道光年间 对 道光年间 又回到鸦片战争 是 是 对 对 所以这个整个空间 可以说是O2 这边最具代表性的 这门南建筑 这六路大处都不够 是 对 对 对 我們剛看過了歐措的典型閩式建築 還有宗慈 那現在你帶我來到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被稱為後浦 剛剛我們看到以歐陽式為主體的歐措 可以算是整個在地最重要的一個大的聚落 這個地方後浦它原來是一個誠信 信誠的多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重要的 也是他們城市的宗慈被稱為尹川堂 尹川堂待會我們過去看看了解一下 現在這個地方又改建得非常地不同 你一定會喜歡的 好 越過城市宗慈的牌樓 前方是古色古香的祠堂廟宇 漏到後頭一股年輕又不失典雅的鮮鮮氣息 跳了出來 2009年在城市宗慈的大力支持之下 以收舊復舊的概念 並注入新興文創的活水 典型的進門印記敞開雙手 邀請許多有想法又做法的年輕人 加入這16間店務的行列 歡迎光臨 嗨 你好 今天帶朋友過來 歡迎 美麗的文文跟主持人 美麗的文文跟主持人 這個捲毛利卡 所以你們這個名字其實非常可愛 非常特別 為什麼這一個店名叫做捲毛利卡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是在地的品牌 金門就叫金門 然後我們是在地紀錄 瑪悅利卡花磚的文創品牌 那瑪悅利卡花磚就叫瑪悅利卡 所以我們很理所當然 直覺性的想要把金門加瑪悅利卡 這兩個字結合在一起 變成Q毛利卡 那怎麼會有這個花磚的由來是什麼 其實金門的瑪悅利卡花磚是 源自於1920年代 其實這個花磚算是一個 從日本進口的一個 薄賴品的建材 它的取得成本其實是非常高 那金門之所以有能力去使用這些建材 在建築上是跟金門一段下南洋的歷史有關 都是因為他們那個1920那個年代 在東南亞致富之後 再回到金門然後去蓋古厝 然後蓋大樓 那時候的大樓可能就是洋樓 兩層樓都是大樓 帶了很多東南亞的元素過來 蓋了很多洋房 主要的選擇就是使用這個瑪悅利卡花磚 那我們在捲毛利卡看到各式各樣的文創商品 那除了看到的這些東西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呢 我們還可以DIY做一些花磚相關的巧克力 還有一些蓝賽圖 可以手工創作 有沒有興趣 可以讓我們試試看嗎 歡迎 好 謝謝 其日豪宅邊上的春花 不僅美觀還能抵抗強風 帶來的岩雨沙 這個歷經歲月與戰亂 依舊閃亮的瑪悅利卡花磚 現在走進人類的生活 發揚了文化 也要上了檯面 花磚巧克力目前全世界只有我們這邊有做 對 就是我們想說 好像花磚沒有人拿來做吃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來試看看這個東西 是 那其實藍賽它是1842年 一個英國的爵士所發明的一個 一個製圖的技術 對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歷史悠久的一個古典藝術 為什麼它叫藍賽 那那個原因是什麼 待會你就會看到了 對 待會你就會看到 好 魔術 做到這樣就差不多了 哇 很成功耶 那你們回家其實放一段時間 顏色會更鮮豔 線條都很明顯 所以算是很成功的創作 是 但是其實我最害怕的是這個 要開這個 對 要開獎了 不一定會成功喔 人生的成功或失敗 就看這一趴了 是 媽媽說人生就像巧克力一樣 對 你永遠不知道看到是哪一個 對 所以來 有變變 對 好美 不一定百分之百成功 第二個 轉印的線條 這個也不錯 這也漂亮喔 線條整個都有起來 這顏色真的很 阿拉伯回教國這樣 要讓巧克力熔岩的每寸肌膚 深入到花磚圖表的深層機裡 這看起來簡單的轉移功夫 真的是魔鬼藏在細節裡 但看起來華美的藝術作品 究竟嘗起來滋味如何呢 都迷幻了起來 這真的是巧克力很濃郁喔 據說是義大利進口的 對 濃郁香醇 對 70%的黑巧克力 很適合做冰淇淋的 對 對 我們很多客戶都是做冰淇淋的 好 可以產業大型 這邊做完就餓了起來 真的 吃太不錯了 我剛剛在做的時候 聽到外面有那個拼拼跳跳跳 很熱鬧的聲音 那是什麼 對 這是我們在地的表演團體 就是風獅爺電音團 他們很常常在這邊練習 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也可以過去看看 我有聽過三太子電音團 第一次聽到風獅爺電音團 好那我們就先過去囉 謝謝 謝謝 掰掰 永候再來玩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電音團是風獅爺的耶 我從來沒有看過 電音風獅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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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怎麼來的 對 理事長當初怎麼會有這種 初期至聖的想法 對啦 那個金門 他們風獅爺很多 他們都站在那邊了 是 小朋友他們靈機異動說 那我們把風獅爺把它改成會動的風獅爺 會動的就對了 對 所以是小朋友的創意 是 那這個風獅爺聽說也是有名的藝術家設計 對 對 我們的風獅爺是有金門的無桌陶宇 王明忠 王明忠 王明忠老師 對 這個大家用期盼的眼神 好像希望我們來跳一下 對 是不是 身負重責 是 所以你要你想要試試看嗎 我當然想囉 既然來到貴寶地 我肯定要踢館 來 好 哇 來 好 來來來一瓶 來一瓶 從純欣賞的旁觀者角色以換 變成手忙腳亂的當事人 這兩個簡直像是被風獅爺看不得的摺青跟文文 在他們兩下就跟不上拍子 自選一格曾經在自己的世界發展出個人五步 不好意思 重見天日 我覺得我需要做復健 我現在覺得如果我天天都這樣受訓一小時 我應該都沒有什麼頸椎問題啊什麼都沒有了 年輕人一跳跳半個鐘頭 真的 對啊 我們看他們好像見步如飛 對 結果我剛剛一帶上去第一個就已經覺得 誓 視野窄化 對啊 然後第二個 沒辦法像他們腳步這麼輕巧 他們每一天都來練 有時候是練一個笑 而且你看喔 這個跳完之後 我想今天你晚上做夢都會夢到這個 好 對啊 他這個也算是金門重要的文化 對 那這個現在來是動態的風獅爺 是 這樣一聽就代表我們還有靜態的風獅爺嗎 既然剛才已經聊到了王明宗老師 來設計這兩隻風獅爺 那不如我們就好好去拜訪他一下吧 好 對我來說呢 風獅爺就跟家貓 或者是我們常看到的虎斑貓那樣 所以我喜歡他是一種可愛親切的模樣 那個 我那個造型也蠻不錯 這個眼睛在前面 然後呢 鼻子在後面 這個我要跟你學一下 沒有鼻子 他有窗 沒有鼻子啊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武洲陶藝 那這個當地的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 就王文宗老師 1990年代呢 他將這個傳統的陶藝 然後跟這個金門在地的風獅爺 做一個結合 然後創造出來台灣第一批 好可愛 對非常可愛的文創商品 對它的顏色也很漂亮 對在還沒有文創這個概念的時候呢 王老師就已經開始創造出這樣子的作品了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這個要來會會這位文創大師 藝術大師 文創的鼻子 對 陶藝大師王明宗 將原本已摸在金門荒香曼草間的 風獅爺請下凡間 一家以陶座彩繪 大大活露了風獅爺的面容 虎虎身風的同時更是親民可愛呢 而大師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一座座文創作品 在眼前栩栩如神 為了讓更多人與陶土近距離接觸 文物館內不僅好看也好玩 還可以DIY創作出屬於自己的風獅爺喔 所以我們今天要自己做風獅爺小姐 對 大小不居嗎 大小不居 這樣的話 讓才自己有一個花揮的空間嘛 是 首先呢 手要沾水啊 手要沾水 對 因為你沒有水的話 你手一直摸的 畫的它會硬掉 所以你要稍微有一點濕潤的 是 老師啊 為什麼當初你會想到 用我們這個風獅爺 來當成你的創作題材呢 其實講到這就是重點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我感覺到 金門是一個 剛好開放觀光的時候 是 那時候還沒檢驗的時候 我那時候從台灣一直做過來 大概78年就把這個作品混來金門 那時候因為我剛剛講說 金門均能大概七八萬 對 銷路還不錯 然後呢我就趕回來 就是在四湖村這邊 成立這個工作坊 就從事風獅爺的創作 但是在做這方面很辛苦 你們台灣人能不能接受 街門人打死也不能接受 街門人不能接受 為什麼 因為這個風獅爺的地方 每個村落外面都會有一尊 人家抹拜 但是金門人他 是比較神話的一些東西 金門人他感覺說 這拜拜的東西 這一個繩子 對啊 貼近地氣 就沒有那個地位的感覺 但是我們在做藝術 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是 我們做出在地的特色 對 把在地的文化把它花樣出來 對我來說呢 風獅爺就跟家貓 或者是我們常看到的 湖斑貓那樣 他應該是親切可愛的 那他坐在我們村莊的邊陲 默默的守護著居民 對 所以我喜歡 他是一種可愛親切的模樣 哎呀 不錯耶 不知道我突然覺得 我像一卡索的結構 確實耶 你看在這種手作的創作過程當中 我們都經歷了童趣 然後也都各自看到了 三顆腦袋 三個宇宙 三個不同的世界 是 對不對 那哲青講了你的創作裡面 我也來談一談我的創作裡面 嗯 我的感覺就是覺得 風獅爺它有正邪的一個功能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是替我們擋風擋煞的第一線 所以第一線呢 它自然而然就會接受宇宙的洗禮 自然的升華 是 所以你看不到這種風生水起 日月精華的感覺 有 真的是看不出來耶 是不是 來 三百六十五度 來 讓我們兩位展示一下 正面 側面 眼睛在前面 眼觀四面 有 耳聽八方 你看多少隻耳朵 有 然後嘴巴又在後面 手的緊緊的 是不是 好 但是呢 最後我們要讓大家看看老師做的 大師 大師的作品 大師做的作品 這次也是很趕出來的 胖胖的感覺是不是 很有浮相對不對 對啊 這就幾票 基本的傳統風飾 我們那個造型也滿不錯 倒是很像比卡索這些 又像三星堆 對 這個眼睛在前面 然後呢 鼻子在後面 這個我要跟你學一下 我沒有鼻子 沒有鼻子 沒有鼻子啊 對 這是後嘴唇 超棒 真的是 沒辦法呼吸 說了也是 你看他心目中的風飾又就是這樣 那哲青你的你看 超Q版 超可愛的 是 你看也有他的特色 你看他的嘴巴 好想吃東西 其實風飾又這樣 做這樣就對了 一個Q版的風飾 做點胡香 蠻討人喜歡的 是 有沒有總編做的瘦瘦乾乾的 都沒意思啊 是 有沒有覺得一路走過來 有好多觀光客 真的 對 這裡是整個金門 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之一 就是建公寓 那我們現在走到這條石板道上 實際上它是朝間帶 一個人工的道路 因為這裡實際上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景色 就是摩西分洪海 其實這種朝間帶的泥地吧 對啊 實際上有很多很豐富的生態 對 要上面 你看我看到它上面有 還有潮潮蟹 還有什麼 潘圖魚嗎 潘圖魚 對 另外一個其實在地上我們在石板路上也有 但是它是在往建公寓路上最重要的 是什麼 採蚵人採的蚵 蚵 石蚵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有好多年輕朋友在這邊拍照 對 對 這個是Marco 一個非常有名的 就是卡薩克蘭的藝術家 他在這個地方做了 比如我們看到這個建公寓石蚵人 對 那這石蚵人呢 它象徵的 就是人跟大自然是一種互生 那最主要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從這個鬼條寨也好 到先民他們用的這種 花崗石的這種石條 它其實都是用石蚵嘛 所以我們待會兒 則先帶你去石蚵 不過呢 我們還是要陷掉前面的建公寓去看一看好不好 來 我們一起走一走 建公寓一座被海水環繞的孤島 當年可是身負重任的軍事碉堡 而今則是全民退守的無人空堡 因異語堅守如砥柱中流 建公砥柱因此得名 不過要登上建公寓可不能輸來就來 去確認每日漲退潮時間 以免潮水上漲 敗姓而歸 妳看這一片 哇 好漂亮喔 這一大一片 對 而且妳看到從 例如說從遠方的漳州 然後在記憶點的小金門 到遠方的廈門 甚至於在想像的遠方 還有一個泉州 妳看這個地方海景淨州原地 是 這整片都是石蚵嗎 是的 妳看喔 這些石蚵呢 原本就是在四百多年前的時候 他們將養科的技術帶金門 他們用花崗岩的柱子插在海裡面 這樣子的石蚵的養殖 已經變成了整個金門最重要的人文景 特色景觀 對 變成美食景觀 美食跟人文結合在一起 對啊 剛才我們在聊天的時候講到 妳看以前這個地方是海境 對不對 然後又是地雷 軍事要塞 對 大家都不能下來 那現在呢 妳看妳可以看到採科人 在這個地方活動 在工作 實際上這是一個太平的景致 對 所以我們應該珍惜這樣的時光 是 然後還有夕陽美景 然後也可以吃到 他們心情集結下來採收的 這個一棵一棵飽滿的柯宅 對啊 所以待會兒呢 我們就要好好來享用一下 這個金門的石蚵 好棒啊 迫不及待了 金門的石蚵 我真的覺得他 不要看他個頭很小 就吃起來感覺好像是 裡頭會有很飽滿的東西 活生生地炸開來的那種感覺 很好吃 所以為什麼金門的子弟 他們離開了這邊 然後到本島去的時候 他們念念不忘的 都是可以 這個家鄉味 四面環海的金門 以海為田 以海為深 在石蚵養殖的巅峰時期 海面上曾有兩百多萬塊石條 親情蚵田壯觀得很 從明朝開始 金門的牡蠣養殖 成了世代相傳的產業 每個村落 都擁有自己的蚵田 你想買或是賣 都必須簽訂紙上合約 發展至今個頭小 卻粒粒飽滿的石蚵 依舊志氣高昂的 掀活大多數的 雞門人 瑞蘭 好美味 這下雨 你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这两个一样是炸的 但是呢 差别在哪里 好香哦 它口感很特殊 可是我觉得它是吃蚵的鲜味 它蚵没那么多嘛 对啊 鸡门在地食蚵 吃起来感觉就是跟台湾本岛的不一样 长在海边石条上的野生食蚵 吃起来有着浓浓海味 却完全没有腥味 无论和韭菜大蒜还是葱花 一起同场登台 依旧丝毫不逊色 每一口都吃得到 鸡门石科独特的海滋味 这两个实际上呢 我们在台湾本岛长看到 你想先试哪个 我想先试这个 像先是蚵仔煎这样对不对 嗯 嗯 你觉得跟台湾的 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粉汁 也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感觉 口感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 为什么一样 刚才书房的姐姐跟我讲说 我们在台湾吃到比较多的 可能都是用地瓜粉 去勾芡 对 他们这边是用泰白粉 所以不一样 应该说它的肤脂比较轻 所以它的口感会更新鲜 所以它的口感会更新鲜 其实你要看一下就是 我们在看这个金门的石科 你看它的石科 它其实就比台湾的科还要来得小 对真的 这就是石科的特色 我真的觉得它 不要看它个头很小 就是小不点 可是它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劲爆 就吃起来感觉好像是 里头会有很饱满的东西 活生生的炸开来的那种感觉 是 所以呢 很好吃耶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金门的子弟啊 他们离开了这边 然后到本岛去的时候 他们念念不忘的都是 这个家乡味 对 柯仔的风味 家乡的呼唤 我们在金门的壁山这边最特别的 就是到处可以看到美丽的壁画 真的 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个想法呢 其实我们在推这个乡村整建的时候 我那个担任理事长 一直想说怎么样把我们壁山推出去 那时候金门刚好在发展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低碳岛建筑 那里面有一个叫做低碳旅游 低碳 低碳旅游 那我们的构想就是说 要在壁山很多漂亮的墙面 画上一些墙 其实那时候在台湾彩绘 已经慢慢的芳心挥压 其实这算很不错了 会吸引到很多人 那我们当初的构想是 因为现在的人喜欢看漫画的 绘本 绘本的 其实不太爱看书 所以如果我的村庄 要推出去的话 就是我们做成一村一绘本 是会感觉是很不错 这个主要好 一村一绘本 它沿着我们的路 这样走过去就好像看完一本书 我觉得这个idea是非常好 细细地走光一条街道 就像是品读了一本 充满童趣的绘本 你以为你又来到一座 传统而质朴的米食聚落 但没想到这次迎接宾客的 却是一位又一位 既靓丽却温暖的才子佳人 尤其是这一幅壁画 有些学生校外教学的 还是朋友来 一定会在那边停留最久 打卡壁照 我相信你也是最低眼光 这也是打卡的地方 重点是这一行字 还有这些壁画 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卡通人物 眼睛都怎么样 都壁上眼睛 到底是干嘛呢 为什么呢 上面那根文字一样 对 最喜欢闭上眼睛 想东想西 因为这样呢 会出现好久不见的美丽回忆 好 那既然陈大哥都讲到 来到这里就一定要来打卡拍照一下 对 那帮我们两位来选个位置 来就座好 没问题 大美女你当然就是给你 红蘑菇头 那你的就在这边 我在这边跟狗狗一起 好 好 陈青级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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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顶大名的陈青级洋楼 陈大哥 很有意思 我看到这个洋楼 除了我所看到的中文之外 其实最吸引我的 是那个横的白底的横扁 上面写的一段英文 它写 Union is strength 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为什么他们会把这句放在这里 其实这个房子是民国二十年的时候盖 二十年的时候 那这段时间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风雨飘摇的时候 1931年 那时候都是在战乱 他们在南洋有成立金门帮 干嘛的 慢慢让我们这些 侨民的力量营聚起来 然后呢 可以从事政治 各方面的力量 所以让我们比较有地位 所以那时候他们深深的体会到 团结就是一样 是 你要疑问就是 为什么要写英文呢 那其实就是说 他表示他有出过洋 所以要绕一句英文 喝过洋墨水 但是这里比较特别 敏氏风格的古厕跟洋楼 在传统聚落里 交相俄国 见过一栋又一栋敏氏古厕后 看到洋味十座洋楼 真的会让人眼睛尾之一亮 金门华丽的洋楼 每一座几乎都是大有来头 且随处可见 这个之后 会再带大家一起去了解 接着来到陈津吉洋楼的正面 是 我们刚才有提到 我们这边 小时候来认识他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是 一堆阿兵哥住在那边 是 我们干训班 通讯班 所以有看到国徽 这个国徽 虽然不是他民国二十年 盖的时候弄上去 可是确实是 我们国军的时候 画上去 可是在往这边 解脱大陆同胞 这个就真的是拍片的时候 军大陆 军中乐园吗 军中乐园吗 包含这些提示网都是 都是为了电影加上去了 那我们除了这个 这个陈津吉洋楼之后 我们有一个最特别的 这边 我们的尹川堂 我们 我们毕山有三间宗址 这是唯一间 金门唯一间 阳楼师的宗址 唯一间阳楼师的宗址 非常非常的特别 我们除了这一间之外 我们还有瑞友学校 它是一个限定国际的 但是现在是我们居民活动的地方 今天刚好很特别 我们毕山之歌 我们的家庭是毕山 他的作者也来了 他帮我们编曲的也来了 是我们很多志工 包括我 他是萨斯蒙 为大家演奏一下 太好了 去共襄盛举一下 一群毕山聚落的乡亲父老 摇身晃手地唱着歌 那股认真执着的神情 真的很让人感动 这时候我们的家乡是毕山 不仅把毕山村的地理位置 带了出来 也把在地的生活饮食等式细细描绘 并且许后辈子孙能努力学习 勤肯教育才能出人头地 老师你好 老师 这歌词里面有讲到这个瑞尔学校 那这个学校是 老师你多久前在这里念书 我是原国三十五年出生了嘛 四十一二年就在这里读小学嘛 这个瑞尔学校 他也是我们一个相辈 他是从小到南洋去奋斗 他在他的事业有成的时候 他也是念念不忘 说我们村庄的子弟 如果要出去跟人家能够平起平坐 那必须读书 必须做教育 银果二十三年 他的子女才拿出两万块钱的银银 建这个学校 是 这个学校建成以后 不只是碧山的子弟 临近的村落 凡是高粮级的学生 他必须到我们瑞尤学校来念书 所谓培养无数的子弟 是 所以呢 就因为有像有这些 华侨回来的新学 所以呢 带动了整个碧山的人文气息 不仅仅只是一个桥乡 大家出去讨生活 他回来之后呢 然后在这里办教育 然后让整个碧山 整个金门 甚至于对台湾 都有深远的影响 是 好 我们希望这一首曲子 能够传唱下去 让所有的子弟们 都能够深刻的了解 跟爱护地上 好不好 谢谢老师 谢谢主委 谢谢 敏南人呢 乡土情结生 宗族观念强 说到人文乡土的敏南文化 随处可见的这个 建筑上的红砖 就是我们最具典型的代表颜色了 红色呢 它对应的是 生殖轮 代表的是 我们美南人生命的热情 还有生存的活力 一砖一瓦 十做十干的精神 就好像这面红砖墙上 开枝散意的这棵大树 象征着我们草根茁壮的美南文化 作词 开枝宗旅 一火销 中文化